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请问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三台北股市盘前解析 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 声维节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昨天的表现 当然经过了连续的反弹之后呢 台北股市从 其实就是礼拜上个礼拜三 三四五 然后一 四天的反弹之后呢 台北股市昨天小幅的拉回 下跌了25点 刷盘指数14694点 跌幅0.17% 成交金额萎缩到只有1964亿元 OTC的部分呢 下跌了0.38点 刷盘指数是178.37点 跌幅0.21% 成交金额是478亿元 好那我们就回到 这一个节目的现场 那么韦接这个台北股市 其实从上个礼拜三 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提到说 越国安基金突然宣布要复盘了 所以台北股市确实从礼拜三开始 就出现了快速的反弹 当时你设定了几个位阶 第一个位阶其实当天就 cover了就已经这个回补了 所以后续要如何的观察 好方文长大早 我想其实在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设定的是在空方缺口 那空方缺口其实在我们上个礼拜 讲完之后它当天就封闭 所以其实台北股市是真的强 就真的强 那不过呢我想其实 大家还是要短期稍微留意一下几个关键的重点 因为从技术面来说呢 第一个就是台北股市现在目前是 面对到月线的反压 那虽然说看起来 昨天的这个震荡 应该还是有站回到月线 这以上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想其实真正要能够转回多方 不是说突破月线就结束 而是你要能够长期维持在月线以上 那让整个月线能够走平翻扬 出现比较偏短期的 这个所谓的波段的上涨的讯号出现 因为你的月线如果没有办法能够走平翻扬 其实对于指数来说 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存在的 那所以能够维持在月线反压以上的时间越久 对台北股市呢 未来要能够再往上反弹的机会 或者是空间就会越来越大 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那现在目前呢 月线的扣底位置 现在是在15300点左右 当然它是从15300往下扣 所以其实它会有命运交错的那一个时间点 那我们说那个点位大概会落在15000点的附近 在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 对 那如果说接下来能够 台北股市利用这一波反弹能够维持在15000点以上 那基本上月线接下来在短期当中就有机会走平翻扬 那当然就是对台北股市短期反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的位置 下弯的均线 就算你突破了 它也是没有任何的支撑的意义的 所以其实它只是一个压力突破的一个讯号 那代表说至少这一个月 在台北股市的这个上涨的力道上面是有一些增强 或者是反弹的力道有增强 可是事实上 从成交量上面来说呢 昨天台北股市的成交量并不到2000亿 所以其实看起来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一般的投资朋友 在追价的力道上面其实是不太够 因为现在目前的月均量水平大概是2430亿 也就是说碰到月线 因为初步的反弹 可能量缩反弹OK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接受一下说它不出量 因为大家都还在半信半疑在观望 国安基金到底买了什么 或者是他买了多少 大家都怀疑 那等到指数真的来到关键点位的时候 他要再往上去做攻击 那就一定要有成交量放大的现象 你的关键点位就差不多是15000点 对没错 所以你的意思是15000点一定要放量 对就是如果你要突破月线以上 一定要有量 这个量也不用太多了 就2430亿就够了 你为什么算那么精准 2430 这是月均量嘛 月均量对 所以他只要超越月均量 对他只要能够维持在月均量 这水平这附近 应该对台北股市的反弹来说 就会比较有帮助啦 那短期来说支撑点位是在7月8号这一天的高点 因为这个7月8号的高点 为什么这样设定 因为大概就是10天 有一个小小的10天的底部的形态 小小的10天而已 所以其实往上涨大概时间对称 10天后应该如果没有再继续涨 就会有可能会去比较偏震荡 或者是在大幅度的来回测底点 所以其实在这个10天的底部形态当中 7月8号的这一天的高点 会是这个10天底部的景线位置点的观察点 那么另外呢 你要确认 要确认说 这个接下来能不能够 有就是撑得住 你要能够这个7月8号这个高点 到底能不能撑得住 其实它的最后一道关卡 就是国安基金宣布进场那一天 国安基金宣布进场那一天的低点 是不能被跌破 所以其实这来回当天 其实有一个这个空间的一个区间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利用 7月8号这一天的高点 当成是一个初步观察的景线的支撑 那这个景线一旦被跌破 要确认它是真的被跌破 那就以国安基金进场那一天的 长虹K棒的低点 当成是一个确认 收盘的时候 收在国安基金进场点的 长虹K棒低点以下的时候 代表这一波台北股市的反弹行情 是结束的 我来整理一下就是 现在往上来看的话 希望能够很快的 尽快的能够站上 15000点而且站稳 对不对 而且这个挑战15000点 希望能够放量来挑战 那这个量要求不高 其实只有2430亿 对就月均量就够了 所以呢那么如果能够出现2400多亿以上的量 其实这就是一个攻击量 代表的是它有一个多方掌控的一个格局 但是如果站不稳的话 往下就必须要去观察两个位置 7月8号的高点14552 对不对 14552 这是颈限位置不能跌破 没错 当然现在距离现在有一段距离了 那如果说真的还是不小心跌破了 那就是7月13号上个礼拜三的第一点 绝对不能跌破 没错 14194 没错 所以14194如果跌破的话 那这一波的反弹可能就结束了 没错没错 所以多跟空的观察方法都已经提出来了 没错没错 那当然我想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在台北股市的一个重点上面 我认为其实极短线还有一个因素 基本上应该就是台子期结算的因素 我个人认为这个台积电连续被外资买超期 是用来电子数要准备今天台子期结算 那结算之后才关键 因为结算之后这些外资买进台积电的筹码会不会松动 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观察指标 因为当这个买进台积电的这些筹码在结算过后 又出现了调整的力道的时候 其实代表它就真的是确定是针对台子期结算而来 而不是台北股市的什么国安基金看好 什么或者大波段反败行情不是 所以它就是只是为了它在今天要能够安全的结算 能够转仓 然后去利用台积电来拉台指数 让它能够顺利的在今天做个结算 然后转仓到下个月 好那结算的话我们要怎么去观察说 它是为了今天的结算才拉台的 还是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班多呢 我想其实重一点还是看两个 第一个就台电筹码 台电筹码现在目前外资在上个礼拜之前 就已经有陆陆续续有买超 在法说会那时候 其实陆陆续续有买超 大概也是五六万张吧 五六万张 那这些筹码其实不多啦 但是只要台电涨 指数就有相当撑盘的力道 那这些筹码只要没有出现明显的松动 基本上都还好 那另外就是如果 就是看台子电不太够 那可以配合大盘 如果在台电 在今天台子期结算过后 外资又开始比较偏卖方 或者卖的幅度稍微比较偏大一点点 都超过五十亿以上 那这个其实就代表它已经 其实等于变成是逢高空啦 就变成逢高空 所以你不是用那个期货的这个未平仓的这个量来看待 你用的是台积电 外资有没有持续在再站在买方 买方买方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其实是外资在大盘 是不是持续站在买方 对因为其实这个外资的策略上面 我认为其实现货跟期货是要一起看 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跟大家讲过 现在目前外资在台北股市的态度是 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就是期货或者是选择权来进行 熊市反弹的避险操作 什么叫熊市反弹就是 避险是避多方反弹的险 因为一反弹它就幅度就比较大 所以我必须要做多 我避免在卖现货的时候被短暂的嘎空手 或是被嘎到空单 所以我利用多方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来进行一个hedge 这个是外资在台北股市现在的操作 所以我之前才会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外资并不是真的看好台北股市 就算你看到期货的这个进空单在减少 或者是它曾经有翻为进多单 其实都不代表它看多 而是因为那一天它一定有卖现货 所以它必须要做多单来进场做避险操作 对 那你现在目前台北股市长期的这个架构来看 我认为其实还是跟美国在长期紧缩有关 那当然就会跟美元指数有关啦 那美元指数其实在最近出现了创高之后啦 然后就拉回就来到109.2然后就拉回 那这拉回的速度其实还蛮快的 真的 对那我认为其实短期当中有两个影响因素啦 对 所以让欧元有出现短散的跌升反弹 对 然后让美元指数往下压 那再往前推一点就是拜登在这个中东型的部分 在跟沙奥地阿博谈判油价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失败的 嗯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油价跟美元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商品 因为油价是用美元计价所以当油价你看到它上涨的时候 美元就是转弱 我认为短期是这两个因素让美元指数有创高拉回的压力 但不代表美元就会开始崩跌喔 不见得 因为长期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说收缩 长期收缩是他们的央行的政策 对没错 那如果是长期收缩 那代表美元这个货币的价值会维持在强势 他也要让它维持强势 对 那其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全世界的钱都流回到美元资产当中 去撑住美国的经济体或者是它的整个资本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资本的我资金的流动性我把它缩小这件事情 让它只在海外发生这个紧缩 对 而不在美国本土发生 简单来说它就是利用海外的钱来撑住自己的金融市场 没错 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美元的这个相关性来讲 其实对国内台湾的这些这个货币的投资人来说 其实我们一般都是以新台币跟美元最终的汇价 当然是我们有没有赚到这个价差的结论 而不是看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我们刚刚讲到 欧元英镑跟日元其实都会影响到美元指数 但实际上我们要看的还是国内 跟新台币的相对关系 那如果现在目前美元它是指数它还是维持在多头的格局 它只是创高之后的拉回 那长期站在美联储的角度 它还是会去进行流动性紧缩的话 钱都会从其他世界各个的角落流回到美国 那包含台湾哦包含台湾哦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新台币的汇率上面其实就会相对美元来的比较偏弱 而这个是长期那如果说现在以目前看起来这个台北股市都还没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大波段回升的机会 那其实就是代表长期外资还是占卖吧 那就是卖掉股票把钱汇出去 那新台币就贬值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事实上我想其实对于新台币来说 长期的贬值的压力还是存在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来继续分析 因为这牵涉到货币跟股市 欢迎大家回到987文台财经起床 好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 孙伟杰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伟杰刚刚提到了 就是现在呢这一个 因为今天是台子期结算 我们还必须要再观察一个点 就是包括了外资 尤其是外资大户 他们究竟是为了要拉台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是进多单嘛 是不是希望说呢在结算的时候 他期货这边先结算一笔 然后让他可以有获利 然后之后呢可能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的偏多 这个是一个问号 大家要去观察 包括台积电的筹码的变化 还有大盘当中外资买卖操的一个变化 但就更长期来看的话呢 其实这牵涉到的是美国联准会的升息 还有包括了他的这个紧缩货币 就是QT就是量化紧缩 那这个量化紧缩 他为了要让他的资金效应影响在海外 而不是影响到美国 所以他就必须维持着美元是强势的 而美元既然强势新台币要想要强势就很困难 这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台北股市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一个思维 对 我必要先说明 就是说其实我们其实早在一年半之前就先讲到可以先去持有美元 所以你不要到现在才觉得我们讲到未来新台币还会贬值又去买了美元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透过美元的强势跟新台币贬值的关系来观察台北股市的后续 而不是跟大家讲现在还要再去做这个美元相关的货币的投资或持有 这个请大家分清楚 那这个早在如果是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应该早在一年半之前就已经先做好动作 现在应该都是在获利 而不是最近才在动作 我要去买美元 这个是已经有年半 就是你看好美元这件事情其实有一阵子 对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美元进入到的一个位阶是我们其实过去这二十几年来没看过的 好没看过所以他其实已经超出涨幅满足的价格以外的上涨了 那这个涨幅满足其实在技术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操作上面 他给我们策略就是不追高 也就是涨幅满足来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你可以去进场追高的点位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美元跟新台币的关系不是在跟大家讲去投资美元 好如果你手上已经有美元部位那当然就是你去寻求一些相关的 比如像刚刚我看到有网友说那可以去做美元定型OK啊 因为你已经换好了那不是说现在才去换 所以要先跟大家澄清一点 现在才去换其实有点危险 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其实在长期美元收缩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指标 那其实什么指标就是外资动态的指标 那只要美元都还维持在相对于强势 其他各国货币的相对强势的格局 其实世界上的所有的货币都会往美元去做转进 只是现在目前短期受到欧洲央行的影响跟这个油价报价的反弹 影响让整个美元是往下回调 不过它还是在月线的附近 甚至连季线都没有回测到 所以其实从长期的这个美颜储紧缩架构来说 其实风险还是蛮高的啦 那只是说短期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台北股是反弹 它一定要有量能那不够量能或者是它结构失衡 基本上要反弹的机会或者是这个空间就会被限缩 那以现在目前看起来电子股的部分我先跟大家讲 就是说大概我短期在看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苹果跟Google 他们在这个招聘员工的这个计划上面 其实都很明显的放缓 这个对一间企业来讲代表他们在紧缩经营 紧缩经营然后成本控管 至少不寻求扩张 没错那如果不寻求扩张 那代表他们认为未来的这个经营的环境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他们不去做大量的招聘员工这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这个美国的晶片法案 52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 那什么时候会过 现在目前还在这个参众两院积极的进行讨论当中 到底有没有加什么法案或者加什么金额 现在都还在讨论还没出来结果 但是其实以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裴洛西的这个老公已经做出了表态 他认为一定会过 所以他去买了NVIDIA 所以最近NVIDIA的股价大涨是因为市场上有跟单效应出现 其实政治人物的老公都买了 没错 你看看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内线交易 对不对 他如果不是这么确定 他这个一定会过 那他为什么要去布局NVIDIA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最近NVIDIA股价强谈 它其实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因为NVIDIA它在基本面跟晶片的出货上面 其实是确定放缓的 新产品也是放缓的 所以其实对于他们的经营来说 也是比较偏弱势 AMD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为AMD没有这些相关的消息面筹码干扰的时候 其实肺半在反弹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点点跟不太上 AMD的股价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国内的部分相关的产业 台积电我认为这个季线的部分 应该是一个反压 但好处是他这一波真的是 领涨台北股市的关键重点 所以我们才说 在结算之后 它的筹码有没有松动 会变得很重要 尤其是7月8号的这个高点 台积电 7月8号的高点也很重要 它是不能够被跌破的 那另外联发科的部分 它基本上跟大盘同步 但是它其实 有点点落后跟不太上 它是弱势反弹 观察的地方是7月12号的低点 联电这一波是最弱势的 我们说这半导体三雄里面 联电最弱势 那月线的反压是没过 那另外就是最大的一个支撑点 就是前波低点不要跌破就好 这个是半导体三雄 另外如果配合环球晶最近释出 矽晶圆的产业最近释出 第四季的订单 其实是这个合约是有疑虑的一个状态来说 其实符合我们在一季之前跟大家做的观察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跟他讲 不管市场上针对矽晶圆 环球晶中美晶 他们说他们长约到2025 我们其实都跟大家讲 如果长约到2025 它的股价不会跌破年限 甚至现在已经腰斩了 已经剩下400多块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利空消息才出来 我们要观察的不是再去打落水狗 而是看它这个利空消息出来之后 它有没有办法能够利用利空淬电 出一个底部形态 但是我们确认的是 半导体这个产业链从原物料 从IC设计的晶片 一直到晶圆代工 应该都会有影响 只是影响程度 每一家企业不太一样 所以像刚刚提到 比如说像台积电 它是在刚刚你提到这几档当中 相对比较强的 而且是领涨个股 所以你的重心点就放在7月8号的 高点不要跌破 它其实现在站在这个 就是7月8号你设定的颈线位置 它跟大盘差不多类似 那其实联发科相对弱一点 然后联电更弱 其实环球晶更弱 但环球晶是最最最最上游 对不对 不像说联发科等于是相对来讲 这几家当中最下游 那如果说环球晶 因为它距离底部很近 到目前为止 大盘其实反弹在月线附近 但是环球晶距离月线 都还有一段距离 对它其实没跟上 好那今天有利空 所以你今天要看的反而是 环球晶未来几天之内 如果不再破低 意味着它的最坏的状况 快要过了吗 我想其实这个还没到 这个利空消息满天飞 还没到 所以其实这个还需要再观察 我们观察的时间稍微比较长 举一档例子 大力光 记不记得大力光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 我不是说之前这一波 我有推啦 我没有推啦 我没有推大力光啦 但是我在跟大家讲 之前我们在观察大力光的时候 其实从今年年初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智慧型手机销售有利空 那大力光股价能不能够在它 已经有先跌的过程里面 淬炼出底部嘛 所以其实有一波 大力光的反弹被我们抓到 在节目里面嘛 对 那现在目前 因为我记得 你虽然说你一直说 你没有要推大力光或什么 可是我记得 你真的有叫大家注意大力光 你觉得差不多 已经跌的差不多了 对就是利空不跌啊 那现在是不是又再来一次 就是最近大力光 这三个月走 是不是又再来一次 因为智慧型手机的销量 一直不断的被下修嘛 然后好不容易 在最近大力光的法说会当中 他说我们有机会谷底 谷底反弹 不是重申 谷底反弹 那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一样啊 环球晶也是这样观察 你看我们大力光 从年初观察到现在 还在观察哦 那你说要真的要回升 他这一波谈到年限的附近 是不是代表他真的有机会 不一定 后续要看订单的状况 那环球晶也是一样 一样我们还是要观察 很久的时间 才能够确定说 哇原来这个半导体的 整个产业链 它的库存周期调整结束 然后从这个上游的原物料 开始出现了跌升反弹 那这反弹上去之后 哎观察一下 它的整个价格的变化 然后在叫货的部分 有没有增加 出货量 数量永远是最重点 而不是报价 量能 数量只要出货有增加 那么对于现在目前的 半导体产业链来说 才是真正的利多 而不是现在的跌升反弹 对 所以大家分清楚 为什么我们需要时间去追踪 原因是因为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长期追踪的过程 那另外金融股的部分 外资在卖方 投信是相对比较松动 现在目前我对金融股来说 仍然是台北股市 未来能不能够持续反弹的关键 可是很可惜的是我目前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除非它站上月线能够转强 金融股 对 那么未来台北股市才有更大波段空间 能够反弹的机会 嗯 好 那昨天航海王又开始转强了 怎么看待 好 我想其实航海王的部分 我认为基本上它就是月线反压比较重 那涨势相对大盘是比较偏弱势 同样都是观察 7月12号的低点 不要跌破 7月12号低点不要跌破 因为毕竟目前长期的运价指数来说 还是有压力存在的 那后续在供应链的变化当中 它的运输的状况会不会改变 比如说从海运变成陆运 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未来的产能会不会变成是过剩 这个很危险 好的 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非常谢谢伟杰提供台北股市的讯息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